大家好, 歡迎收看Kids Notes 今天我們繼續請來 擅長環保藝術創作的彭淑儀 Annaz上來跟我們做分享 而今集是說有關大型的環保作品 各位小朋友, 先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如果要做一些 大型的環保藝術創作 最困難是什麼呢? 這麼大一個, 一天做不完 這麼大一個做不完 時間方面的, 還有呢? 要收集很多長年, 時間要很久 對, Annaz, 她們說的 對你來說是否最困難的事? 對, 你們肯定知道 我心裡說什麼是一樣的 其實做大型創作 首先我們要很多時間收集材料 第二就是要時間去做 我知道你今天帶了一些 是你負責創作的大型藝術作品 讓我們看看 對, 我們看看第一幅作品 是一個動物 對, 有沒有人猜到這是什麼動物? 好, 你說吧, 小朋友 是 一隻大象 對 沒錯 Annaz, 我看到大象上還有很多彩色的一點點 那些是用什麼物料製成的? 有沒有小朋友猜到? 有人想猜猜嗎? 是不是一些花? 我們看到大象上好像布滿了一些小花 其實這個花是用一些我們平時在家吃的 裝雞蛋的膠盒來做的 我們把它剪掉 然後加熱, 變成一朵朵花 而那些花花中間是用蔬果網壓平 然後加熱, 很有創意 好, 我們看看第二個作品 這個作品叫森林 其實是用了剛才提到的 有些棉線 做了一個像紅樹林的樹木 下面就是一些樹葉 小朋友猜到那些樹葉用什麼來做? 用絲來掃 線 線 還有呢? 有人想猜猜 紙 差不多了 其實我們平時做錯的時候 很喜歡用膠樽 是 但膠樽本身有包含一些膠紙 每一個膠樽, 譬如什麼飲品 其實那個紙本身很漂亮 我用了綠色的膠紙 包裝紙 對, 剪成一葉 整個森林的意思 其實真的帶出我們要愛護大自然 而這塊葉中間 我們用了一些電線剪出來的鐵線 把它串起來 所以整件作品 沒有需要任何膠水或其他東西 我知道這個作品叫森林 是 但森就是心臟的森 為什麼叫森林? 其實我們要用森去愛護大自然 就是這個背後的含意 是 明白 好, 我們看看下一幅作品 大家覺得這個像是一個什麼物件? 花瓶 好像花瓶一樣 漂亮 其實這個是後面, 我們看到花海 前面我們用一些平時不要的 綁著垃圾, 交到的鐵線 小小一枝, 一枝一枝繩成一個籃 整件作品表達了一個懂得吃的概念 一個花瓶, 一個大的籃, 其實很大 但裡面我們用梳葛網做了一些水果 是 其實表達了原來我們平時想的 我們要吃很多東西, 要煮很多菜 買很多東西 其實根本實際上 我們要吃很少, 需要很少而已 我明白了, 所以為什麼籃子這麼大 對 但裡面的食物很少, 很少量 所以是否代表我們不要眼闊, 肚窄 對 原來是這個含意 好, 我們又可以看看下一個作品 這個是彩色的 這個要小朋友的想像力 看到這個是什麼形態? 這個是什麼形態? 是什麼形態? 你知不知道? 這個是蝴蝶 蝴蝶, 還有呢? 還有蝴蝶 這件事我們每個人應該都有 人體的一個… 部位 桃花 桃花 其實這是一個心形 對, 心臟 心形 對, 心形形態 你看到為什麼不像 或者有點鬍鬍的突出 這個作品叫《圓滿的愛》 其實原來我們很多人患病 需要其他人捐贈他們的器官 如果我們捐贈器官 圓滿別人的生命 就是做了很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鼓勵別人要做一些… 善事 對, 貢獻社會 貢獻社會 很有意義 剛才的小朋友也說得對 我用了藥瓶蓋 是 做了一些蝴蝶 整件事都是用醫學的東西 配合這個主題 我看到有蝴蝶, 是不是有星星? 如果那些是星星花花 其實是用我們平常喝咖啡的咖啡囊 做的 用剩下的咖啡囊 對, 所以就是物盡其用 對, 很厲害 好, 我們又看看下一個作品 這個又是小朋友的想像力 我們中間有一個用鏈線 弄成一個像, 形狀又是什麼? 是什麼形狀? 誰真是搭… 好, 你搭, 沒搭過 是, 你… 水點 水點, 你看得出很厲害 是 其實一個像水滴一樣, 叫漢水 這件作品, 其實我們想給歌頌 為新牢的建築界人員 是 他們經常在大熱天時要流汗 去幫我們建築道路 我們的樓宇 所以我想向他們致敬 多謝 對 左邊的就是用鏈線弄成 是 但右邊的比較小的… 是安全帽 是安全帽 其實那些安全帽都是工人用剩下的 扔掉它, 我收集它回來 因為藍色, 配合汗水的意義 明白, 這個作品真的很漂亮 Ms.Annes 其實剛才我知道你每一個創作背後 其實都有一些意義 但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很多時候未必那麼容易理解 作品背後的故事 他們可以怎樣去觀賞這件作品呢 其實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去過 欣賞這些藝術館的作品 其實每一件作品 我們首先用心去感受一下 那件作品是說什麼 但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話 我們可以看看旁邊有些簡介 對, 再看看原來藝術家背後 想表達什麼信息, 知道嗎? 知道 而且如果他們觀賞作品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呢? 問得很好 其實我們觀賞作品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尊重的心態 最好不要觸摸作品 不要破壞他們 對 除非他有指示 你可以碰的, 跟互動的 你才可以碰 通常我們都是遠距離欣賞就可以了 明白了 各位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任何問題 想問Messie Agnes? 你怎麼收集這麼多材料? 收集材料這個問題 真的很好問 因為平日我們自己就不能吃這麼多東西 對 我就靠什麼呢? 就靠你們了 身邊的朋友、家長或鄰居 可以幫我一起收集 那就可以讓其他人也不用浪費了 對, 還有可以宣揚環保這個信息 很好啊 各位小朋友 所以下次你們如果有機會 去觀賞這些藝術作品的時候 就可以放慢節奏 細心觀察一下 這些作品當中的一些小細節 還有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創作者背後創作這件作品 有什麼意義或者故事 今天很感謝Messie Agnes 上來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多有關你的作品的故事 我們下次再見 asc美、orgt威所有內容 雜潛 律仁 五年 Food 大家 搞不 bye 這麼 zn散 河 誤